你用多少时间多长的时间来做这个决定 那么以及这个你准备的这个准备准备多少钱来马这种选战 首先第一个问题 在准备要出来的过程中真的是没有办法 真的是我能够说它最难的 是你要自己过到自己心里的那个关口 你一个独立人士出来尤其是而且还是在一个那么强的一个堡垒区 你也知道你的胜算是并不大的 那你就要开始思考你这次参选你要带出什么原因 你要带出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你要留下什么样的东西给后来的人 所以这个就是其实当时是我自己要最思考 要去想清楚的一个原因 所以这样在这个情况下 我只想说我作为我本身也有一个YouTuber 也有一个YouTuber 在台湾有一位YouTuber他也是叫瓜吉 不懂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然后他就以素人的身份去参选台湾台北市议员的选举 也被他选上了 然后他就做了一个叫做民主开箱的一个系列 可以跟着他的视角 从一步步怎么样去筹划选举啊 怎么样去参选怎么去拉票 怎么在开标天他的那个感情是怎么样 这样他这个东西也启发了我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政治权力 只是外包给完全外包给政党 所以作为普通老百姓的我们 是不是可以通过我这一次参选 即便可能我没有办法当时我没有办法中选 但是通过我的这一个参选 能够为后来的年轻人有志要参政的年轻人 提供政党以外的一个选择 他们能够知道说 韦康曾经走过这条路 他花了这样的一个钱 当时他用了这样的一个策略去做他的那个媒体宣传 是不是说可以让后来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呢 有一个参考的对象 所以这个是我很希望能够带回带到 留给后面的人的一个借鉴啊 一个借鉴一个记录 所以也当时如此呢 我会把我整个过程去记录下来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Facebook那边呢 我现在开始写了 我那个精选日记了 就当天我经历了什么 我的心情是怎么样这样子的 至于那个钱的方面呢 我本身就是做这个网站设计的啦 我是做这个网站设计 还有管理这个网站的这样子的一个专业 所以我本身的话 我打算是画一个4万块左右吧 大家大家画一个4万块左右 这是我本身的一个最低 最或者是我太太给我的那个批 那个批的那个白鸟了 他讲啊就这样子了 你自己去看着办吧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也清楚明白呢 要去认真打一场选战 4万块是不够的 他只能够让你成为一个 入门的一个门槛而已 所以在开始 所以现在我也是呼吁各位能够做我的捐献那个政治现金给我 而我也会把所有的收到的钱 我的开支在竞选过后 我们就非常公开透明的把它公开出来 当然有一些人他是不希望他的名字出现 那我们就会显示部分的一个资讯 让他自己和我知道就好了 别人就只能够看到那个银马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也因为这个举动我希望我能够先带出一个线河 其他的政治人物你是不是可以敢跟着我这样来做 我们就是一个公开透明的 有很多人说为什么政党那么喜欢大选 因为大选的时候就真的是有人拿着一袋袋的钱 碰到你办公室去让你去做竞选经费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还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且独立人士看起来可能也不太会有的 不过我希望记着我自己本身的一个动作 希望我能够设立一个标准 让别人看得到其实政治应该是这样的 不应该是要有黑相的这个作业 不应该是有能够作为政治人物 你应该就本身就应该要公平公开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而四万块我就跟我太太说 其实我们如果出去玩一家大小这样子花的也是大概是这个钱 我们一个结婚可能你去拍一个婚纱照也大概是这样的钱 但是如果付出这样的一个金钱能够让我们能够为马来西亚政治文化 能够为以后的那个年轻人带来一些点点的一些参考一些改编的话 我觉得值得 所以大家真的不用替我担心 我能不能够拿回那个安柜镜 我这场选战 我不是说随便放了一个一万块 然后我就去参选怎么样的 这场选战我非常认真对待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出 我已经有设计好我的海报 我已经有做好我的这种小小的宣传品 我已经把我的宣传影片 我的网站 我的理念 我真的万一中选了以后 我能够做或者是我不能够做的 那个政杠都放在我的这个网站里面 所以我是认真的 我不是来乱的